周三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稱 加拿大釋放孟晚舟 会影响被北京拘禁两名加拿大人的命运 明显将两件事情联系到一起 但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周四面对加拿大内部求和声音 仍再次驳回拒绝这种呼吁 强调不会释放孟晚舟 他认为如此一来将冒着更多海外家国公民被捕 以向沃泰华施压的风险 前苏联领导人赫鲁雪夫的84岁儿子谢尔盖 18号被家人发现头部中枪当场身亡 警方获报后赶到现场 调查后认为现场没有外力侵入的状况 宣布排除他杀结案 也没有对任何人提起刑事诉讼 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一处敏感军事基地 所在地区等一个天然气储存设施 25号晚间发生爆炸 伴随惊天巨像吓坏不少居民 虽然国防部发言人称无人员伤亡 但不少外国媒体怀疑这起爆炸 应该是发生在附近的帕尔钦军事基地内 帕尔钦正是伊朗疑似进行核武活动的军事据点 疫情之下全球灾难连连 近日印度比哈尔邦发生恐怖雷击 至少83人惨遭披死 此外今日印度也报道称 当日被方邦也有24人死于雷击 印度总理莫迪也对在这场灾难中丧生的人 家属表示哀悼 新唐人眼带电视张力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